要说屋里堂堂 从出道以来 以先三中 子萱一绝 惊艳众人 不过之后所接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傻白甜 又让唐嫣的演技备受诟病 而一次拍戏小口香堂 更是将唐嫣推上了风口浪尖 除此之外 几乎每部戏都带着黑色大直径美瞳 也是堂堂被吐槽的主要话题之一 而近日 唐嫣接受了某采访时 也正面回应了关于美瞳的问题 好 以前有人说 我为什么要带美瞳的拍戏 好 那我就把美瞳摘了 那我就不带了 所以之后 我之后拍的戏 我都不带美瞳了 可是其实当初我觉得 这也是对我自己来说 是一种挑战 我觉得我也可以去正面 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大家都在说 你美瞳美瞳美瞳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原来美瞳也可以去 变成一个话题来攻击我 所以可是作为我自己而言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本身就是近视眼 那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 对自己的审美会有误区的 那我也因为我自己的瞳孔比较淡 颜色很淡 我是偏琥珀色 那也许我会觉得 嗯 我很羡慕大家是黑色的眼球 所以我也很希望我自己是可以 深黑色的瞳孔 我也希望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美瞳 可是可能一开始没有人说 但当有人说的时候 我才觉得原来这并不是好看的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来说 并不是真的适合我 那好 我就去挑战自己 我把它摘了 我就 我虽然是近视眼 那我就戴透明的隐形眼镜 我一样可以看到东西 可是我就把它摘掉 我可以去做到 所以我今天做到了 其实在粉丝心中 戴不戴美瞳 我里堂堂都是一样的美 不过我敢于摘下美瞳 就说明唐嫣正在尝试 让自己的眼睛得到更多的进步 猫果老新闻 不知道锦绣未央 大家看了没有啊 报道